明年起,澳门私家车可入月,港车北上也有消息。 从2023年1月1日零时起,澳车北上,澳门私家车将正式入月。 成功预约后,澳门私家车可依实于当天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驶入广东, 预计8万澳门私家车车主可享受这个政策红利。 每辆机动车可备案两名驾驶员。 车长小于6米且,座位数不超过9座,含驾驶人座位的非运营小型载客汽车。 最多可备案两名驾驶人,驾驶人需年满18周岁的澳门居民,且持有内地机动车驾驶证。 县广东省内行驶,每次停留不超过30天。 每次进入内地后,在内地连续停留不得超过30天。 每年在内地累计停留不得超过180天。 临时进入内地的澳门机动车仅限在广东省行圣区域行驶。 车辆需悬盖澳门机动车牌, 随车携带机动车驾驶,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凭证。 临时进入内地的澳门机动车需经大桥口岸进入内地。 车辆通关时,必须由备案驾驶员驾驶。 如何申请入境机动车牌? 首次进入内地前,应当按规定向海关编检等部门申请办理相关机动车及驾驶人信息资料备案。 以备案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提交变更手续。 申请临时入境车牌,应当交验澳门机动车并向珠海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交以下有效证明。 一,澳门机动车所有人证件,包括澳门特别行政区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 二,澳门机动车所有权登记凭证和登记证明。 三,机动车交抢险凭证。 四,驾驶人证件,包括澳门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往来内地通行证,或者外国护照及有效签证,或者其他国际旅行及有效签证等有效出入境证件。 三,内地机动车驾驶证,属于注册登记6年以上的澳门机动车,还应当提交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证明。 通过广东的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搭建统一的澳车北上信息管理服务系统,实现公安排证核发海关边检备案口岸通关等申请材料,一次提交跨部门网上通办,提供门户网站和手机APP两种方式。 澳门居民不用出澳门,一站时刻办理所有手续,点击进入澳车北上信息管理服务系统。 申请成功后对符合条件的入境澳门私家车核发电子临时入境机动车牌证,排证有效期与所购买的内地交墙显有效期一致,最长不超过一年。 在排证有效期内,澳门私家车预约后可多次出入广东。 港车北上争取计划于2023年首计公布详细计划,并于当年内实施。